五月的山城春潮涌动 年轻的重庆风范正绪 带着活力迸发的季节里 重庆学雷大校2009年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140名学友 和着春潮走向大山走入田野 躺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 与农民群众同区同住同老东 在实践中锤炼党劲 在群众中以努力作风 党员干部的党性作风 关系人心向背 关系大的生死存亡 著名的历史周期论 油文在尔 黄延培先生学者般的语言 弹指惊雷 震聋发聩 毛泽东在延安摇动 就开始思考 新中国的政权如何巩固于长久稳定 他向全党推荐 假身三百年纪 号召全党提高党性 做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党员干部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邓小平同志高瞻援助 挥手之间 唤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 他说 最根本的一条是密切联系群众 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 从党的前途和命运的战略高度 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 回答了为谁服务 服务什么 怎样服务的根本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既往开来 强调 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斗联系为重点 加强作风建设 怎样加强 总书记说 要做到 弦为民作用 行为民作戏 力为民作谋 道事与情 情感是理性的源头和基础 这个情就是一种真挚的血斗之品 一种朴素的鱼水之情 厚重的烟军 挡不住历史铿腔的回响 东欧巨变的警钟依然冲而渴 列宁的教会依旧撼动人心 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国家政权后 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 信息时代的今天 高速发展的经济巨轮前面 是否就隐藏着一个历史周期率的巨大陷阱 如果不是 为什么办公条件好了 群众办事却更难 高速公路多了 干群关系却更远 通讯水平高了 干群联系却越散越少 由此可见 部分党员干部群众观点弱化了 群众感情淡漠了 群众关系疏远了 对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只与弱万分 归根结底是脱离了人民群众 历史的教训 现实的引诱 如何保证生命之术长青 动力支援不解 重庆市委领导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 深入调研认真总结 不断反思 形成了共识 好的作风不是与生俱来 一定要不断磨练 这个磨练是事业所需 人民所需 年轻干部健康成长所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反复告诫 干部不跑农家地头 要出大毛病 市委党校中青班的学员 正在接受磨练 他们走出的是第一步试点 以让我来当村干部 党性作风锻炼专项活动 探索路子积累经验 紧接着还有第二步推广 五月下旬开始 在全市第二批 学习实践活动单位 现处地上领导干部中 开展三进三同活动 第三步普及 2009年9月 第三批 学习实践活动启动后 组织动员所有机关党员干部 普遍参加三进三同 第四步 行程厂校 将三进三同作为党员干部 日常教育的基本要求 各级机关干部 每年至少用一周时间参加活动 新招募公务员 新提任领导干部 用一个月参加活动 作为领导干部集中培训 主体办的避设科目 繁训必高 纳入党员干部管理考核内容 作为评价党员干部 得的重要方面 形成制度 这四步 就是三进三同党性作风 实践锻炼活动 是重庆市委 加强党员干部 党性作风建设的一项 重要战略举措 以此深刻的实践探索 这次创新 写满的是执政党 与人民群众 息息相关的情感 用的是三成的许业 加强党员干部 党性作风修养 和作风养成 惯常的做法 是理论灌输 教育培训 事实证明 效果并不理想 必须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既抓思想教育 更要抓实践锻炼 广阔的龙村 平静的龙村 是我们党员领导杠戏 历练心智 垂电党戏 转变作风的最好舞台 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热 即将县委书记王月 来到长征村 开展三进三同活动 这是一个红军 曾经战斗牺牲过的地方 是一片不能忽视的沃土 有记者说 书记是在赶考吧 考题至少有一个 脱贫致富 连同长征村一起 七江县还有三十个村 两万七千多人 生活在贫困县下 王月把扶贫攻坚的指挥所 搬到第一县 二十多天住在贫困山村 通过与群众面对面交流 近距离沟通 实打实接触 他找到了答案 贫困村最缺的是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 一个永谋上干的带头人 一个大致大用的领头业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 冒着凛冽的风雪 万省区委副书记杨小云也去赶考了 在最偏远的大湾村 他先后窜过四十三家门 与一百五十多个村民 许与话谈信 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 七天时间 他被村里解决了十五件历史遗留问题 如同王岳和杨小云一样 重庆全市十多万名党员战部 积极向影视为号召 按照三单、四教、五不准和三个一的要求 将后深入到六百个乡镇 八千七百五十个村 在八十九点五万农民家中 参加十节锻炼 三单 带着感情下去 带着厌务下去 带着政策下去 四要 要进驻离城最偏远 朝见最艰苦 工作最困难的村子 要入住贫困农户家 吃农家饭 睡农家床 干农家货 要自在生活必需贴 每人每日按二十五元的标准 支付十足备用 要虚心向农民群众学习 不得对基层干部指一手挂掉 瞎指挥 五不准 不准事先排点 不准层层陪同 不准特殊接待 不准松盈应付 不准擅自缩短时间 三个一 每人撰写一份党性作风分析材料 形成一篇村秦民意 农村发展教育报告 绝对帮助一户农村贫困群众 2009年入下一栏 三线三层成了中国城市最佳的一个词汇 和着唱读讲传的伟妙旋律 汇成了一曲弘扬好传统 提升精气神的庞国乐章 这本精心兵器的小册子 是万州区祖宫干部开展三线三层活动 亲额体会的提醒 区北常委组织部长谭德成 心底提醒了这个动人的鼻子 短短六个字 记录了万州速攻干部 二个月 跋涉二十个山村的风雨行场 短短六个字 满寒他们 与千多名群众大成一切 与三十九家贫困户 结为穷青的款款身心 三十九家贫困户 六十九家贫困府 五个月的渠 五个月的渠 七号 七位 福福全 对 这是一所只有四名学生的学校 陈旧的校舍不堪风雨 却度过了四十个春夏 唯一的一位老师保经风霜 已经在这里从教四十年 而这所学校是方圆二十里仅有的一所学校 今前 学校多了一名学生 重庆市教委人事处处长黄腾教 真实的力量才最为动人心魄 水井分晓的现状 是黄腾教在三进三同活动中 受到的最为深刻的教育 他深深的明白 这就是群众最直接 最现实 最迫弃需要解决的难题 随后 黄腾教千方百计筹集十一万元资金 对学校进行重建 2009年9月1月 新校舍如期落成 孩子们宽热地走进了崭新的教室 虽然长长的教育没有更换 陈旧的桌仪也没来得及调整 但至少山里的教育已拥有扎实的根基 根深夜貌 根长树高 根之沃土 才能吸取充足的体养 长成参庆大树 共产党是参庆的大树 那群众就是这长长的根 老人名叫杨远松 患有严重的白脸障 带他来进行检查的 是重庆市本联副主席 陈若徐 杨远松是陈若徐在乌山县天平村 开展三进三同活动期间 结成的帮扶对散 陈若徐承诺 一定要治好老人的眼睛 让老人重见光明 今天检查的结果很不理想 老人除换白脸障碑 还患有十分严重的杀眼 少见的角膜血管液 要做手术 必须先治好这两种病 尽管老人的眼病 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但是我想 我既然说出了承诺 我就会用我的最大力量 帮助老人 恢复光明 回到重庆的陈若徐 依然十分关注杨远松老人 他先后花费五千多元 为老人购买药品 2009年11月 乌山县神明医院告诉他 老人的杀眼角膜血管液 已经痊愈 可以展开手术了 陈若徐连忙千里迢迢奔赴乌山 一直守候在老人的手术室堂 广州发放的 你看过这卑士发面 bronze 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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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小良姐妹同样看到了光明 他们看到的是未来的光明 郑小一家是三下移民 两姐妹从小失去了父母 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日子十分艰难 2009年 郑小一优异的成绩 考上成都体育学院 然而 每年高达八天元的学费 让郑小对梦想中的大学 只能望而却步 江津区移民局局长 李志刚在三进三同活动中 了解到了这个让人心酸的故事 有两种感受啊 在心眼交止 一种是感受到一种责任 有一种责任感 失明感 另外一方面呢 从陆一新 就产生了一定要帮助他们 上大学 完成学理 用知识来改变他们命运的这种想法 在郑小家门前的愿望 江津区移民局 召开了一次特殊的班子成员会 当场捐赠现金一万五千元 联系到四位企业老板 对郑小大学学业实行长期支柱 协调重庆工商学校 为郑小的妹妹 免除学会 继续学艺 李志刚在珍藏相助 为郑小两姐妹 嫁起了重要的人生之地 在中国的免除学艺 越来越免除 有什么大发 这一方面呢 我都会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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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 每个大发 就把人去起复杂了 却是辅了 在郑晓一家人面前 李治刚就代表了充满浓浓爱心 敢于为群众负责的党的干部形象 而这样的形象化应于心 用物于行 传递了党的恩情 也传承着党的使命 郑晓决定加入共产党 他要用自己的绵薄之力 回报党恩 回报人民 夜深人静的时候 半卧在农家小床 黄黎轻轻敲下了传承的教会 今天是入住张太凤老人家的第七天 在这七天里 黄黎停生第一次系上围裙洗菜做饭 第一次扛起锄头下地干活 在与老人的交谈中 老人讲述了带兵打仗的难忘经历 讲述了牺牲的战酒 谈起了当前的时事 谈到了对党的信任 但是他却没有提到 如今生活的清贫 没有要求 也没有抱怨 老人的家十分简陋 唯一的装饰 就是一张毛主席的画像 感受着农家的亲情 分享着老人的故事 品味着老人的淡薄 宁静的山村生活 在黄黎新帝留下久久的回响 即将告别 老人一家一送再送 老人的儿媳硬要塞上一包红薯 老人的妊儿放声大哭 挥挥手挥不进眼前难舍的牵挂 说一声再见 说不完心底的万语千言 而老人突然高高挺起军女 于无声处 深深喊住了年轻人的心 我想那一个军女 是我一生当中所受过的最高领域 我在想 她其实传递着一段密室 也传递着对我们年轻党员的教诲 她应当被我们永远宁静和传承 我想什么是信仰 就应该是这样 牵手挥身而云怨无悔 天下属众 百姓最重 老百姓生活中的财艺油盐降粗差 就是党员干部的国家大事 三进三坨活动中 全体共产党员以深情感召民心 用行动凝聚民心 身体力行 诠释着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志 诠释了血浓于水 血有联系的神圣情感 他们走村入户了解民情 全面摸清农民的左想左叛 所愿左忧 所及左求 共撰写民情日记124.3万份 调研报告11.6万份 都在基层工作 终以为向自己很了解农村 很了解农民了 这个苏不知的几天下来 我真特地感受他们有很多东西 我们还不一定完全了解 他们深入调研指导发展 实地查看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发展情况 与村干部详细交谈 共商征修途径 配合联练为召开座谈会议 17.3万场日 这里发展规划12.6万份 从这次下来以后 走坊的农家 看到我们的一些地理环境 看到我们的一些发展条件 我们的心里深受教育 他们扎根农家同吃同干 党员干部坚持居住在农家 劳动在农家 累计参加劳动 102.1万千次 哎呀 多年不干活了 干活尽管有点重 肥也酸 但是大有脱胎换骨的这种感受 感觉 他们宣讲政策事已解脱 党员干部深入村所愿望 与群众拉家长 摆情况讲政策 打消群众疑虑 赢得群众理解 群众参与他365.3万人 他们尽心尽力 排油简单 党员干部尽其所能 帮助解决出行 就学 治病 救荐 营水等农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 总是这个项目1万个 筹集帮付资金11.3亿元 解决出出问题33.8万千 这些干部 带出国事会 助手会 帮我到我们家里来 帮我们住活路 还给我们解决许多困难和问题 我觉得比我们有些清晰的还要去 市委三届六次全委会 往三届三重活动 写进了刚免新闻信 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 将其打入名声失调 科学发展只有起点 没有终结 终结大会吹响了再学习 再实践的集结号 会强调 把以杰琼心 三进三同 打下坊为主要内容的三项活动 作为一项常规工作 加以推进 促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常态化 常效化 重庆市的三进三同活动 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 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做出重要批示 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中组部部长李元潮 在重庆视察时 对这项工作 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南海新华门 毛泽东主席书写的为人民服务 意义胜惠 这五个字 一直是每一个共同党员的过程 北京天安门广场 人民英雄敬飞 高大制发 它赖以轻易的深厚感激 使中国共产党与神明群众 血脉相连永恒的象征 九十年来 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 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 我们未来将进行的一切奋斗 还是为了人民 只要我们 时空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重联系 我们的世界必将无放而不胜 大天下 多亮了 以为了老百姓 你不难看见 你不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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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之間 我愛你之間 你和言 我愛你之間 我愛你之間 老人生一万一万 老人生一年 老人生一万一万一 老人生一万 老人生一万 老人生一万一万 老人生一万一万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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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